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职天下》第1067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吕慧卿在池畔的凉亭中坐定下来 远远跟在后面的仆役纷纷上来 摆好暖炉香炉 架好防风的杖子 摆上各色果品糕点和热饮子 又摆好了酒水和温酒的器具 做好这一切又全都退了下去 留下一个可以让律师兄弟继续座谈的空间 吕温卿亲自给兄长温酒 吕慧卿则按着不知配合什么取调的拍子 轻轻拍着自己的腿 壮死悠闲一无所虑 吕慧卿并不担心韩刚会一直压在自己头上 尤其是韩刚在黄泉之中中 卷得太过深入之后 向太后能信任王安石 能信任韩刚 能信任韩将张枣 能信任张纯苏宋 但太后绝不会信任 当时并不在文德殿上的他吕慧卿 吕慧卿知道这是自己如今最大的缺憾之处 可相对而言 对黄泉的牵涉没那么深 也就少了许多挂碍 真到了难以预测的日后 这就是好处 而如今只要韩刚还幻想着一石二鸟 一边做他的宗师 维持好的生命 一边还要在朝堂上压制新党 那么就注定他难以成事 纵使是天子都做不得快意的事情 必须得学会放弃 仁宗皇帝连宠爱的嫔妃都保不住 何况臣子呢 能舍故能得 韩刚过去做得很好 为了推广契学 连高官厚禄和累累功绩都能舍弃 可如今却不见当年让先帝与宰府 都哑口无言的灵气了 看到现在的韩刚 吕慧卿也只能说 如今的他实在是太贪心了 过去的成功冲昏了韩刚的头脑 思虑太幼稚 想的也太简单 温酒湖中的酒渐渐热了 酒香四溢 吕温卿为吕慧卿和自家针上酒 端起酒盏 他说道 小弟在这里先预住兄长 能够齐开得胜 收复燕云 燕云 吕慧卿端起了酒杯 头也摇了起来 倒是可以去想想 他冲呆愣的吕温卿笑了笑 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于兄的打算 一开始就不是燕云 元幼元年 腊月二十九 耶律与新登上善让台的消息 终于传到了京城 耶律与新的窜逆 大宋朝臣们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可当真被确认 还是有几分难以置信 五代之后的大宋 能亲眼看到一个谋朝篡位的逆臣 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与此同时 辽国的新年号 也一并传到了宋人的耳中 天统 张泽砸着嘴 大灾前缘 万物滋食乃统天 好大的口气 曾孝宽笑道 其实北鲁大多不读书 起个正统为号 更能让人明白 正统 张纯笑了起来 耶律与新当真怎么不要脸 还真的不好对付了 子荣兄啊 哈哈 说的是啊 苏宋很是勉强的复合了一下 苏宋心情显得更加沉重一点 如今大宋朝野 为公僚还是不公僚各执异端 争执不下 其噪音便是耶律与新篡位一事 之前尚无确切消息 双方的争执一直拖了下来 可到了今日 已经到了不能不决断的时候了 现在还只是孤正 再过两日 从不同渠道得到证实 如何对待耶律与新的辽国 便再无拖延的余地 开战到底能不能打赢辽人 谁都没有把握 除了吕惠青在外叫嚣之外 织兵的宰府都在担心粮草资源的问题 而支持开战的王安石话里话外 也是寄希望于通过战争来引发辽国内乱 而后趁机胜至 要说不开战 士林轻易民间舆论 节约可战 几位宰府如何压得住悠悠众口 即便不理会 可吕惠青的独断独行 如何制止 多少战事都是先从边境开始 最典型的就是交职之战 至少大宋这边两任永州之州 先行整军备战 是确凿无疑的 从宰相的角度 当然不希望在军国重视上 被臣辽所挟持 但是要想变动吕惠青 这一宰府级重臣的职位 就必须要有太后的许可 之前 向太后并没有对此做出决定 曾经通过对入寇辽人的反击 确立了自己在朝堂中的地位 向太后有很强的开战倾向 韩刚尽管反对 却也没有主动去发挥 他对太后的影响力 这让吕惠青等支持开战的朝臣 得以安坐朝堂内外 继续鼓吹战争 话说回来 王安时当朝元老 声望无人能比 吕惠青在朝中 也是根基深厚 整个新党在他们身后 急切之间 即便是先帝在位 想把此等重臣给打压下去 也没有那么容易 天下万民如今都视此时为功疗良机 而韩刚逆民心而动 民生不免受损呢 对那些渔民来说 韩刚依然需要顶礼膜拜的要王弟子 但在士林中 那些儒生又会如何想韩刚呢 他们可不是渔民 考中进士就能当成文取星了 在士大夫们的眼中 韩刚在学术上 可以算得上是自创一派的宗师 可绝不是什么神仙级的人物 没有必要敬畏如神 一旦韩刚的名声被破坏了 弃学的地位不问可知 玉坤啊玉坤 苏颂心中念叨着 现在不是写书的时候啊 转眼就要是新年了 两府之一的书密院要处理的事物 比平日多了几倍 日常能聊天的时间也没有多少 何况书密院中的几位书密的交情也没有好到 可以没事就聊天 叶利与心正式登机的消息 虽然让决定开战与否成了近在眼前的集物 但毕竟还没有到眼前 聊了两句 几位书密使就各自回去处理公事 曾孝宽进厅前往苏颂的方向看了一眼 那一位书密院中年岁最长的老臣正皱着眉头 显得极为忧心 而另一侧的张纯却神色甜淡 完全没有困扰的样子 张纯的反应印证了曾孝宽一直以来的猜测 暗暗的点了点头 张纯平平静静的走回自己的宫厅 即便耶律与心已经做了皇帝 现在也还不是做出决定的时候 这段时间以来 张纯对北上公僚的态度始终暧昧难明 尽管他也反对出兵 可说到具体怎么应对战事的时候 张纯却退到了后面 万一事情有变 肯定会改嫌更张 名垂青史的机会 没有哪位如臣能够不动心 当朝廷决定罚辽 到底谁为主帅 韩刚对于不出兵的坚持 等于是退出了帅位的争夺 少了一个呼声最高的竞争者 其他人的机会立刻就大了许多 平灭辽国的主帅吕慧卿想做 张纯当然也想做 但这个主帅之位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坐上去的 张纯和吕慧卿 谁能让北地军民心服口服 他们可比不上韩刚 亮亮名号就能让军中健而奋勇争先 也比不上韩刚 一句话可以让地方豪强都俯首贴耳 更比不上韩刚 将旗号一张 就可让北鲁西贼都望而生畏 更何况这一战的准备还没有开始 张纯岂是会愿意不明不白的上前线去呢 一旦他上来前线 后方交给谁 韩刚吗 还是那些不靠谱的同僚啊 说实话 十万级的举国之战 张纯不相信任何人 河东河北的资源远不足以支撑大战 就是韩刚这等巧媳妇也变不出钱来 任何一场对外战争都要一路 甚至几路的资源来支持 对西夏时 陕西河东 以五倍六倍于党项的人口 方才支撑起了连年战事 而为了封锁党项的铁窑子 更是集中了举国之力 才在陕北崇山峻岭之间 修建起了一条千里防线 辽国的实力十倍于西夏 想要进攻这样的大国 没有中枢居中运作 聚合天下财富 向前线输送粮草 战事如何能支撑得下去呢 吕惠钦好战 是他别有一番心思 都是带过兵的人 怎么可能不知道梁末的重要性呢 对军需输送的底细也是门清 真要到两国熬兵的时候 怕他也是避之不及呀 曾孝宽回到宫廷中坐下 摆在案头上的茶汤 正冒着热气 案头上的公文 依然厚厚一堆 似乎从早上开始 就完全没有变动过 天知道 方才他出去之前 已经批复了不知多少本了 曾孝宽很是难解吕惠钦的想法 在过去 吕惠钦的心思还是很容易让人看透 比如他明明对经学有自己的一番见解 却偏偏要去为王安石修三经心意 当年王安石第一次霸相 推荐他进入东府之后 便急切地推出了首识法 吕惠钦的想法实在是太明显了 相形之下 吕刚过去的行事风格才当得起冤身莫测四个字 或者说总是与常人的思路拧着来让人猜不到 可这一回 吕惠钦的想法却同样的让人难以明白 打仗的事曾孝宽不觉得自己能胜过有经验又有在边地经验的吕惠钦 可兵要吃粮却是不用多说的 前方打仗就要后方紧力供给 若后方不能供给的上 这一仗不用打也知道是输定了 朝中中层如今充满了新党成员 若有王安石在 朝中领导着 说不定的确能保证前方的良想共计 臣子能够架空皇帝 而几乎控制了在京百思的新党 加上王安石 或许可以保证一干反对出兵的载府 无法干扰前线的战局 只是那其中有韩刚呢 在军事上 韩刚一个人的破坏力比起其他载府加起来都要大 虽说当年韩刚在罗乌城表现得很正直 可吕惠钦愿意将胜负放在韩刚的节操上吗 到了他这个位置 又有谁会相信其他同僚的品德呢 正猜测着 曾孝宽随意翻动着公文的手 突然定住了 这是从河东递上来的奏章 并带轨道通车之后 均需转运节省下来的时间 轨道 河东的轨道只修到了太原 从太原往京师来是太行山 所以依照计划是往南修到关中去 韩刚的意见就有一条是要等连通关中和河东的轨道以及京师通河北京师通四周的轨道全线通车之后再去考虑对聊作战 曾孝宽站了起来 走到价格前自行翻找起来 找了一阵便翻到一叠抄写下来的副本 这是前段时间他特意让人送过来的 翻了一下 里面的记录便印证了他的记忆 通过轨道的确有可能解决粮末军需的运输问题 如果紧急修筑河北段的轨道并不是不可能 至少有河东的先例 河北有着足够的人力 甚至铺设的路线位置也已经勘探了多年 调来能工巧匠蒸发起民夫 直接就可以动工 沿途虽然要征用民间田宅 可大一在前 即便是伐阅世家 也不敢阻拦片刻虚拟 而且有韩刚提议的干线支线之分 恐怕向周寒家 巴不得轨道能早一点修到他的家门口 这是不是推动了吕慧青开战想法的一个原因呢 王尹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 发现前面的灯亮着 韩刚坐在桌前正写着一些什么 官人怎么还不睡啊 想到下一段怎么写了 就起来记起来 免得明天起来忘掉 王尹披了衣服起来 好奇地问道 不是为了辽国 吕慧青能有几分是想真打仗啊 不过是想沾点便宜罢了 王尹在韩刚身边坐下 以北鲁之势 岂有便宜可占 在他的位置上 什么都不做就没有机会 只有先坐了 才能找到辉梁府的机会 韩刚停下笔 冷笑道 左右败了 也不过外任几年 还是跟现在一样 你说他赌还是不赌呢 可爹爹呢 王尹不相信自己的父亲是跟吕慧青一样的想法 以吕吉府的关系要说服岳父可就简单了 韩刚笑着冲妻子招了招手 来看看韩夫的这几段写的怎么样 王尹一言接了刚刚写好的一段字 韩刚在旁轻轻敲着桌子 吕慧青的想法 现在看了一阵 还真的不难猜 因为昨日的消息 韩刚起得早了一点 走进带楼院中时 才是五更天 不过明日是正担 今天需要处理的事不少 韩刚没睡多久 就自动醒来了 厅中只有韩将 见到韩刚来 起身走到厅门外 笑道 带楼院中少见玉坤呢 韩刚先行了礼道 总是起得晚 每日都只能赶在皇城 开门时才到 也就没有什么机会 来这里坐一坐 怕也是喜欢热闹一点吧 韩将笑着 与韩刚携手近听 也不读韩刚一人 的确也就郭仲通 还能陪老夫在这里说说话 带楼院是百官臣级 准备朝拜之所 宰臣带楼院 位于宣德门西侧 宰府们参加早朝 抵达皇城外时 可以至带楼院中休息 免得在城外吹风 冬天的带楼院 炉火生得很旺 室内暖洋洋的 甚至显得有些燥热了 让穿戴整齐的韩刚 很不舒服 韩刚往日极少往带楼院来 一般都是卡在点上进皇城 懒得进进出出 更不愿意早起 宰府们在带楼院 休息的次数也不多 大部分时候 也都是跟韩刚一样 卡在沉中敲响 皇城城门开启前后 抵达宣德楼下 但今天 韩刚到的稍早 不想在外面吹风 干脆就进来歇一歇 只不过 方才韩将说的 梁府宰臣中 除了他外的 另一个带楼院的常客 却还没有到 今天怎么就 紫华相公一位啊 韩将知道 韩刚想问谁 国仲通今天告病了 韩刚神情一临 什么病啊 郭奎年纪大了 一点小病都是大事 尽管他是武官 可他若告病辞官 依然会对朝堂局势 有着很大的影响 北病 韩将吐出两个字 端起茶盏 慢慢的抿了一口 韩刚愣了一下神 方才明白过来 失笑道 病来如山倒 还真是一点不假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 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 第1067集 欢迎继续收听 《载之天下》 第1068集 《载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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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65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